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些 忘記他在身邊已經很久 但是我一直忘記他原來這麼好用 然後呢順便再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覺得不錯的兩本書 呵呵 竟然忽然間這麼的文藝 不要嚇到 因為我平常其實就是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分享過 就是我覺得很不錯的 興趣呢就是看書 但是因為呢韓國有 書店不過他們都是 韓文的書嘛連中國的那種 簡字的書都沒有所以 對我來講是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因為後來就是在這邊 認識了其他的台灣朋友嘛 台灣的老婆 所以說現在就是大家就可以一起 就是分享書啊然後 或者是我也可以從台灣的 勃克來然後訂書 到這邊所以我大部分 都是一個月會 看個一本 那這樣大概就是幾個月 然後就是買個幾本一起放著 我跟我爸就是喜歡吃的一些 韓國的東西 第一個這個防曬乳 我已經用了很多次在我的 臉書裡面分享了嘛 那我好像沒有實際擦在臉上 給大家看所以可能有些人 不知道他到底是有多麼的不油膩 跟他到底有多麼的舒服 那個防曬乳的時候啊 在這之前用一下這個 藍芝的這個妝前 這個定妝的很不錯 那我就先上一點這個 妝前的定妝 他這一款如果擦完的話 會覺得比較 那個化妝品 比較好吸收 我已經在我的 就是頻道已經分享過很多次了 就是 上妝都不好上 容易浮粉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罐就非常的適合你 就可以試試看這一罐的感覺 那我現在先用 這一罐防曬乳 它有基本的一些遮瑕的能力 所以 就是 我就用這一罐啊 就是 單用 然後你就想說 我只是出門一下下的話 也是很方便的 我最近 就是有一些妞在那個 我的粉絲頁啊 就是會私訊我問說 或是我們有一些妞 就是已經跟我變得就是 會私下聊天的朋友 然後結果 可能大家都怕我在這邊太無聊吧 因為 都有聽我說 講說就是來這邊 然後 這邊沒有什麼 朋友啊 這樣子啊 然後所以有一些 就是我的粉絲頁的妞 都很好心的就是跟我聊天 然後我就覺得超可愛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 我爸在婚前跟婚後啊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就 很仔細想了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就是 男生覺得有一些女生到手了之後啊 然後就想說 隨便的啦 反正都是我老婆了 然後就 可能回家的時候 有一些人會襪子亂丟啊 然後老婆就很像在 小奴婢還是什麼 就是跟在後面 然後就撿襪子 如果看到老婆沒有煮飯的時候啊 就會想說 那你 就是整天 如果在家裡帶小孩子的嘛 就會說 那你整天在家 都沒幹嘛 為什麼沒煮飯 然後結果 老婆就會說 我在家怎麼可能沒幹嘛 然後結果 他們就問我說 我爸會不會這樣問我 可是其實我爸 我是真的一次都沒有聽過 他問我說 欸 你為什麼沒有做飯 沒有怎麼樣 因為我們兩個都會在大概 下午的時候 討論一下說 欸 晚餐要吃什麼 這樣子 大部分都會說 那你先選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特別想吃什麼時候 他都會先 叫我先選 所以大概十次 有八九次都是我先選 我們現在來上一下這個 底妝 這粉底液是Pony Effect的 是Pony大神的 底妝 以前 我可能剛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不好 那時候還沒有去上那個 韓國的雨靴糖的時候 嘛 他這個底妝遮起來就是 也是 很好遮的感覺 我覺得他這個粉底液遮 遮完就是已經遮了大概 六七層 你再加上一些遮瑕膏 有些妞都跟我說 我的那個黑眼圈很重 是不是 睡不好 沒有 因為我有鼻子過敏 所以 黑眼圈有一點嚴重 所以我最近很積極的在擦眼霜 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然後結果我就想說 那個不好意思沒有煮飯嗎 可是也 大家也都 有在看我頻道的妞 都知道我的那個廚藝啊 真的是 嗯 我在台灣台灣沒有什麼做菜 然後 就是等於工作完 畢業工作完 工作到一個時間 然後就來韓國 然後就結婚嘛 所以 其實我沒有太多的練習的時間 就是 練習廚藝的時間幾乎沒有 然後 到韓國之後 食物又變得 不是到全部一樣 然後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做出很好的料理 然後 我就想說 我也不想勉強 我爸 就不同國家的人 可能都不一定吃的習慣 所以 我們就會想說就是 那就買外面 或者是去外面吃 之前疫情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想說就是去外面吃 或者是韓國有一些就是 料理包啊 然後我們就會買那個回來煮 像我今天要分享料理包啊 就是這個 剛好分第一擦完了 然後我來分享一下料理包 今天要分享的料理包 是這一款 這款是 就是大概像圖片這樣子啊 然後它很神奇的是啊 就是它裡面會 你如果擺好的話 它會像這樣子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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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因為這款的話 是我們在韓國超市買的 然後可能媽媽也比較忙啊 爸爸也沒有辦法就是料理啊 所以就會生出這種料理包 然後這種料理包打開呢 我來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它裡面就是 都幫你準備好了 就是有點像 懶人包這種 就是有白菜啊 這種 然後都幫你切好 就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它有一些就是 該放的菜啊 比如說青江菜 韓國也是有青江菜的 然後這個是 Ganim 就是芝麻葉 這個放在火鍋裡面啊 它就會有一種 很特別的香 我覺得可能 剛開始吃的人 會有點不習慣 不過 如果你是 常來韓國 或者是有 吃過韓國菜 已經幾次的人啊 就會比較習慣 它會包在這種肉的 這種芝麻葉會包在肉的 這種旁邊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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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就會 它煮滾了之後 對不對 它那個形狀 就還是在 但是 你放的時候 對不對 就是要比較 比較小心一點放 這樣子 然後它有放這種菇類啊 你看 它都幫你準備好 一包一包的這樣子 然後還有 豆芽 但是這一款的話 我們是第一次吃 因為我之前是吃別款的 然後剛好今天家裡有這一款 然後我們晚上打算來吃一下 然後這一款 還有這個 這個是韓國的那種 麵疙瘩 然後這樣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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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是我覺得它這種麵疙瘩 比較相對來講的話 比較稍微硬一點 然後還有這個 好可愛 你看它是這個昆布 它是要讓你自己煮的 然後 它都會把 醬汁那一些啊 醬料那一些 全部都放好 然後它也會跟你講 這是幾人份 然後你就是 比較適合幾個人吃 然後這個是肉 對 然後這邊有 醬汁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 裡面的一些醬汁這樣子 然後 這是它的主要的那個湯底 然後這個可能就是它的醬汁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它裡面會有一個說明書 這也很可愛 它這邊就會寫說 兩人份 然後 二十分鐘 然後 Easy 所以因為我的藥理程度 真的是太低了 所以它 喔它這邊也有講說 它裡面有含什麼什麼什麼 幾克幾克啊 這樣子 然後後面有那個 做法 你就先把那個 昆布放在這個 湯裡面 多少湯啊 像這個就是一千兩百嘛 一千兩百毫的水嘛 然後你就把它煮滾的時候 就是把昆布放下去 然後幾分鐘這樣子 然後再把這個 怎麼放啊 它都幫你放的 教好了 然後 連排都教你怎麼排了 看到這個 然後再 就是Sauce 就我剛剛講有兩個Sauce 就是這樣子 主要是因為我們兩個人 然後如果你買很多菜啊 比如說 像這種 這種菜 如果再多一點的話 可能 因為我爸本身不是太愛吃菜的人 所以這種菜如果再多一點的話 他可能就會覺得 他沒辦法負擔 然後外加就是這種菇類 就是買這種料理包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吃到綜合的東西 我沒辦法想說 就是今天可以配那一道菜 然後這個東西明天可以配哪一道菜 然後你買那一大包的時候 我們就兩個人 然後我爸有時候晚上又是在公司吃嘛 就變我一個人吃 所以這 真的是很方便 雖然它這種價格可能就是比 就是你買這樣一個套組 當然是就是 有相當一個價位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套組 好像也不到太貴耶 好像也是台幣 所以三四百塊就有了耶 然後我覺得兩個人這樣子很夠耶 那如果你覺得肉不夠的話 或是菜不夠的話 你可以另外 比如說我很喜歡什麼菜啊 高麗菜還是什麼菜 然後你就另外再購買 但是因為韓國高麗菜 我已經分享過很多次了 不好吃 所以我也沒有再買高麗菜 因為我已經從大的賣場 到小的賣場 全部都試過 但是我就覺得高麗菜就是 沒當 不好吃 所以我就沒有再吃 把我的臉遮瑕一下 不覺得是Pony這樣子已經 就是差不多了嗎 就是它也不用到太遮瑕也還可以 好我把我的黑眼圈調整一下 不要這樣子 嚇到大家 而且如果你是在外面吃這種 一個鍋啊 就是可能像我們剛剛那種 一個鍋的話就更貴 就可能要五六百塊 然後雖然有一些可能是 沒有無限的 可是你就會覺得 好像 也不用到外面去吃 特別現在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更不方便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如果有去超市的話 就買這種一整個套組的 然後就很方便啊 然後又可以在家裡自己組 我下次想要試一下那個 Styla的遮黑眼圈那個套組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那一款遮黑眼圈也是不錯 如果你是有比較嚴重的比如說瑕疵的啊 粉刺暗沉的啊 或者是比較紅 紅的那個紅腫的皮膚的話 比如說過敏啊 有時候會紅紅的 我覺得那一款遮起來是不錯 因為它有很多顏色 但是因為我平常比較少在用 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有點懶啊 長期在關注我的頻道 或者是facebook的人 都會知道我有點懶惰 勤勞的時候 非常勤勞懶惰的時候 我想說 唉呀這麻煩不要用了好麻煩 上個禮拜在那個外面 有分享那個SBR的那個眼影給大家 但是 我覺得外面的那個採光不太好 所以我想說今天再分享一次給大家 就是把它顏色真的很 很正確的上一下 它這一款的話就是很細 然後也是已經分享到爛掉了 好幾次 我覺得韓國有一款那個 眉毛的這個 tattoo啊 就是 它是可以維持大概三到七天 就是依照你個人的體質啊 然後或者是潔膚的狀況啊 可以用三到七天 我覺得那一款也很不錯 因為我現在 底這邊也是有用一點點 就是它的那一個 然後我就覺得 就至少也不會讓你變成是很像 無眉毛的那種 無毛 就看起來比較沒精神一點點 有時候我會再用那個 就是這種 睫毛膏啊 因為我看韓妞他們的時候都會用這種 睫毛膏 或者是那種 眉刷啊 然後這樣稍微刷一下 就是 它那個睫毛的顏色會比較 更刺人 因為你的眉刷在刷的時候啊 它是沒有顏色的嘛 那你這個睫毛膏的話 像我這個OPQ的睫毛膏我真的覺得這一款的 捲翹力啊 很自然 然後它也不會蟑螂腳 長度也非常好 就是那種新手刷也非常的好刷 然後我就想說 同時我就把它用在睫毛上面 就是一隻兩用這樣 對啊然後我剛剛說到說 我爸或婚前婚後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婚後的我爸 因為婚後的我爸 他比較 覺得自己是一家之主的那種感覺啊 然後外加就是他會覺得自己有這個責任 那種責任感 比婚前還要再更強一點 所以我覺得 我爸常常跟我講說 哎呀看男人的時候啊 就是有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 一些同事就跟我講說 就是啊那個 他的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怎麼樣的時候啊 然後 我就會想說 是不是在婚前的時候 比較會 嗯 可能覺得漫不經心啊 然後或者是婚前 就可能會做得比較好 很浪漫啊 然後呵護你在掌心啊 這一類的 可是我覺得我爸反而是相反 因為 他在婚前的時候真的 比較沒有那麼的 有責任感 然後外加就是 他不會 為了你去做到太多的改變 然後他也比較不會跟你溝通 就是他就想說 那你說什麼那就什麼吧 然後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吧這樣子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Aspia的這一個 他這個是 2020那個 新出版的 Honey Mellow 然後 因為他這一管的打底 我覺得不夠 淡 所以我想要用這個 Etude House的麵包盤 他的這個打底來打底 先用一下這個 眼影打底膏 給大家看一下 Misha的 等他乾的時候 我們先稍微 一點蜜粉好了 我蜜粉用的是這一款 Marmond的棉花糖 這樣子把它搓一下 會比較均勻 就這種刷子 這種沾一下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膚況比較 就是 不好的情形下呢 那就用粉撲會比較好 遮瑕力會比較好 遮瑕力會比較好 就是 遮蓋度也會比較好一些 等一下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說的這個 最近覺得不錯的 Misha的這個 腮紅 然後還有在上 上桌有用到的這種 就是腮紅 他這個是比較屬於 有一點膏狀的 然後這個是粉狀的 好那我先用 Etude House的麵包盤 他這個 我前幾天發現 我之前介紹的那種 Romaine的那個 四色的那個眼影盤 好像韓 不是只有韓國的那個 妞在使用喔 日本的妞也有在使用欸 台灣當然也有啦 我是說 我意外看到 就是日本的妞 原來也有在使用 我真的嚇到 是Romaine的那個 四色的惡號那個 因為我也有一盤 可是那一盤真的是 很好用就是 他沒有什麼廢色 因為他就是四色嘛 然後就是打底 然後 主色 然後化眼尾 就是加強 然後再用一個那個 前面的那個亮片 或是把亮片用在這裡 就是 沒有廢色阿 好重點是 他價格又很便宜 然後包裝又非常可愛 保守的 不太敢嘗試其他顏色的妞 沒有的話就可以試試看那一框 他這個黃色我覺得好像不錯看 所以我想用這個當主色 從後面 刷過來 看到這個顏色 可是黃的很可愛 真的很神奇欸 你們看他是 比較屬於灰色那種感覺 對不對 可是 他竟然是黃色的 我今天已經看到一個韓劇阿 然後那個韓劇裡面阿 就說 欸我們去喝一杯咖啡好嗎 然後結果他們去哪裡喝你們知道嗎 他們去販賣機喝欸 就是那種投幣式的販賣機 然後 我就想說 嗯 不是說要去喝一杯咖啡嗎 然後 那時候剛好我爸坐在我旁邊 然後我就說 他們剛剛不是說要去喝一杯咖啡嗎 怎麼會去販賣機阿 然後結果他說 喔 阿喝一杯咖啡也不一定要去咖啡館阿 咖啡廳阿那一種 那我就想說 原來還有這種意思 就是 就是你喝一杯咖啡不用去咖啡廳 不用去咖啡館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 然後他帶你去 韓國那個 說 我要來跟你喝一杯咖啡 然後結果你不要嚇到說 欸怎麼不是帶我去咖啡廳 這就感覺就是文化的不一樣 然後我再來用這個 用在我的這個眼睛這裡 上方一點點 打一下 稍微打一下眼尾 然後再用這個深色 然後再用這個深色 如果想看刷色的妞阿 可以去看我們上週的戶外直播 最近韓國的楓葉開始要出來了 我今天就是只是打開那個我們家的窗戶阿 看到下面的楓葉阿 就開始變了 然後就有紅的 然後有黃的 然後有綠色的 然後就覺得 哇 因為楓葉真的是 太美了 我覺得我喜歡楓葉 再用手機用 然後我就先把那個睫毛先刷了一下 剛剛說的這個Opiu的睫毛膏 現在是太嚴太嚴 然後我之前也有分享在我的臉書 你看這邊有沒有刷的 跟這個有刷的 就是看起來已經有點不一樣 而且我這邊才只刷一次喔 它已經根根分明了 就真的是 我覺得它這款睫毛膏真的有點厲害 再刷一次給大家看 再刷一次給大家看 這真的是新手刷也都沒問題的那種睫毛膏 看就這邊就已經很清楚 然後這邊就是一般的 我這邊是先夾了 這邊也夾了 可是還沒有 這邊先刷了 這邊還沒有刷 我覺得可能A2HOUSE那一款那個 睫毛膏啊 黑色那一款啊 就是有一些技術的 牛比較適合 就是可能你平常就有在刷 然後像我就不一定有在刷 所以我就 用這一款的話我比較習慣 因為 它就是你隨便胡亂的刷 然後它也都 你看它這裡就是又已經起來了 我這用的是咖啡色的 如果你喜歡黑色的話 可以買黑色的那一款 就覺得很厲害 有沒有看到 我覺得這款睫毛膏真的很棒 現在來試腮紅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用這一款 就是比較屬於膠 膠狀腮紅給大家看 我用大概這樣一點點 淡的橘色 但是用起來就是還蠻顯氣色 Innisfree的腮紅刷 就是這樣很淡很淡的感覺 然後我要來介紹大家就是 這一款韓國第一名的 那個 修容餅 講講 Too cool for school 這一款修容餅啊 已經在韓國就是 藥妝店都是蟬聯第一名的 那個修容餅 然後我自己其實 已經用過了好幾個 這一個是我 新到貨的 兩個都已經口了 這一個新的 這款修容餅真的是 不是蓋的 真的是有夠好用 我先用新的這一款 給大家看一下 先用比較淡色的這一邊 淡色的 然後稍微修一下你的這裡 然後稍微修一下你的這裡 就是要讓你的鼻子看起來比較立體 然後你這邊等一下再打一些 那個 打亮這樣就可以 然後這兩個比較重的顏色 那你的這邊 這一邊是沒有修的嘛 然後這一邊是有修的 你就會覺得這臉有點凹下去的感覺 可是這裡就是有點膨膨的 這邊的話你可以用比較小的 這一種就是小支的 然後這樣沾然後這樣 面色的壓力大概先 大概再修一點點這樣子 而且這樣頭會看起來比較小 臉看起來會比較小 那個A2House的新款的這個 這個我在直播也有用過 在家裡再用一次那個顏色看看 因為直播那裡真的實在是太亮了 所以我覺得那效果應該 不是很清楚 有一點點這樣 乾燥玫瑰的那種感覺 A2House的口紅就是 很平價可是它 那效果就是還有錯 讓你做碟色也可以用 讓你單插也可以 大概就是會像這種 有點乾燥玫瑰的感覺我覺得 它就是那種 讓你擦起來不會覺得很 很顯老 然後它又 就是 不是那種大紅 像我這個現在是擦兩層 所以它顏色就大概這樣 可是如果你是只有擦一層的話 它就是比較屬於乾燥玫瑰那種感覺 我今天用的這個是 Honeymelon的眼影 我覺得它這個眼影的顏色 比較屬於黃色好像也很不錯 然後打亮的話呢 我就是也是都會用 A2House的這一款打亮 這款我已經用很久了 然後 它亮度就是也很厲害 要不然就是我會用 我直播的時候介紹的那個 Misha的 下巴這邊也可以用一點點 然後 然後 我也會用一點點在 就是腮紅上面 這裡一點點 用這種大的 其實我買很多小隻的 但有時候就是懶惰的用 像那個 像PELF的這個 白色的這一款 就是小隻的 我其實買好多隻喔 然後 總共有三四隻都是同一款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用 然後就是 你畫這個眼影的打底啊 或者是打黑啊 然後 或者是這種打亮啊 這邊一點點打亮 也都可以用 或者是太懶惰 所以就想說 一隻就打過全部 好 好 謝謝 謝謝